重新整理规划过的要塞司令部分为三大部分 原有司令部变成司令部博物馆 里面依照主题成列各项艺文作品 而原有官宾宿舍则变成了司令小文创馆 提供艺文展览、演讲表演活动、艺术家文创贩售等等 而原有的光复楼一二楼 更变身为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茶餐厅 以及复合式餐厅都可以举办婚宴、喜庆、伴桌等活动 其实我们要塞司令部从开幕经营到现在 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 其实我们不只只有餐饮 我们还有可以举办婚礼 前一阵子我们办的婚礼非常成功 也欢迎很多市民朋友可以来这边来去申请 然后跟我们这边一起来去做 那除此之外我们很多艺文的场域 我们也很欢迎台湾所有的艺术家 或我们在地的艺术家都能够来这边来去策展 那让这个场域更多元化 让古迹是真的能够活化 让更多人看得到 在基隆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以及基隆市文化局长江廷梅陪同下 基隆市议会考察要塞司令部OT案 议员们亲自到现场听取基隆市文化局长江廷梅 以及负责经营的民间机构立委国际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简报 并且实地参观兼具古迹艺文以及观光餐饮功能的全新要塞司令部 市议会都对现有的整体空间规划运用以及经营方式赞誉有加 市议会希望市政府能够以要塞司令部为基础努力行销基隆 特别是中正区的观光发展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要塞司令部 承载着基隆百年来的一个重要军事设施 那它也是过去大历史场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我们可以连接和平岛也可以连接海门天险 整个中正区的廊带我想要塞司令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发展 那我想这也是一个政府延续施政的一个重要范例 过去在林佑昌市长任内 中央大力支持的大历史场景计划 在谢国良市长任内来经营 我想这是一个延续施政最好的一个范例 我想政府的施政如果在比较上面 大家相互来良心的竞争做得更好 我想对市民才是一个最佳的意义 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案例发展 来告诉我们全体的市民 我们基隆市政府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都非常努力在做一个施政的计划 那我想要塞司令部这边承载了我们非常多的历史 我们这边可以参考说 基隆未来一定要朝向文化治理观光发展 中正区的发展关系到基隆未来整个蓝色经济的一个规划 我想我们透过文化治理蓝色公路的一个发展 中正区未来绝对是一个基隆市重要的一个发展观光发展指标 那我们也会以此为努力 我们基隆市会全体议员都非常关心相关的案例 我们可以参考台南 譬如说林百货或者是台中有一些古迹的活化 我想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带动青年创业能量的发展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跟开始 我们希望文化局好好来努力 那我们基隆市议会会全力来支持 而为了了解餐饮品质考察行程结束后 市议会教育小组召集人张耿辉市议员更邀请张方立 秦真和联恩典三位议员以及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和文化局长江廷梅等人做陪自费享用二楼餐厅的精致牛排以及鸭胸等西餐餐点 每个人都给予餐点的品质和份量高度肯定 称赞好吃 因此呼吁民众可以来要塞司令部走走逛逛 欣赏古迹和艺文作品 也品尝好吃的餐点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